本节目由McDonalds赞助播出 大家都说想要按照口味打造自己的汉堡 大家都说想要all day breakfast 大家都说只想放松 所以我们满足了大家的愿望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今天就来尝试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Music Wonderland 我是主持人素素 最近新上映的一部由中美合拍的3D动画 武侠喜剧电影功夫熊猫3 备受欢迎 而我自己本人非常喜欢熊猫 喜欢它的配色 但是呢我的能力有限又养不起熊猫 因此我养了一只黑白色的可爱加菲猫 哎呦我们立刻回到真题好了 先来看一下功夫熊猫的短片吧 功夫熊猫3接续功夫熊猫2的剧情 故事围绕神龙大侠Paul 在探寻自己身世之谜的过程中 重遇身负 并发现了离散多年的同胞下落 然而就在此时 邪恶力量开始席卷中原大地 熊猫们可能再次遭遇恶难 你必须在你的旅程中 从侍华到教授 但我没有在乎 哦不 是魔教授 你真帅 是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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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嘿爹 什么事 你太厉害了 功夫熊猫3中国的配音版本呢 请来了很多著名的歌手和演员配音 其中有成龙 王磊 杨幂 周杰伦等等 而音乐才子周杰伦 与他的徒弟 派伟俊 合作了功夫熊猫3的主题曲 TRIE 还至少说自己的配音讲话很清楚的哦 只是唱歌不是很清楚 1 2 3集我都有配 广东话 国语 英文 我都配 你是第一次 对我第一次 你第一次 你问问他的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 到梦工厂啊 就是回家一样 因为他这个做了快十几年 十几年来啊 我进进出出的就是 他们画的差不多就配一下 没有样子的也配一下 配完以后就重配 他们就是不断地在磨合 我蛮标准的 特别标准 特别标准 对对 这只有唱歌不标准而已 哈哈哈 为配合功夫熊猫3的情节 该主题曲将摄影棚 变身复古唐人街 一边是要上映 功夫熊猫3的欧美风西院 另一边是中国风食堂 就连电影中抛父亲的面店 都远昏不动的搬进摄影棚 你一直要做什么 只是表现世界你存在 你试图 你试图 你希望他们会看到 如果一样是一样的 你会看到 在一样的街上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什么你欠缺 Let's go 我说情话里 我少没来过去 但我说乱七的结局 非常地戏剧 谁会降低 故障满地 在我家的世界里 谁与谁来为敌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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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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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 中 周杰伦与派伟俊跳起fly舞 要带动大家梦想起飞 拍摄当天 周杰伦看到派伟俊舞蹈后 称赞跳得很好 而第一次与师傅周杰伦工作 让派伟俊很兴奋 也很佩服 不仅工作效率很快 也学到很多MV拍摄小技巧 看过这部电影后 让我更喜欢熊猫了 当然不仅仅是喜欢它的配色 而是它的精神 或它是一个平凡的人 应该说是一只平凡的熊猫 但却变得不平凡了 这是一个从失败到成功的过程和精神 也是我要学习的 谢谢你收看本期的 Music Wonderland 我们下期再见哦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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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说想要按照口味打造自己的汉堡 大家都说想要all day breakfast 大家都说只想放松 所以我们满足了大家的愿望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今天就来尝试